经过地震台风的摧残 泰鲁阁国家公园多处景点等待修复 如今终于传来好消息 泰管处准备投入两亿进行修复 共有七处工程 包括知名景点长春祠九曲洞等 另外每年举行的泰鲁阁峡谷音乐会 今年也会照常举行 跟着音乐起舞 分散各地的山岳村员工 相隔七个月再次相聚 在熟悉的园区内唱歌舞蹈 泰管处宣布 今年泰鲁阁峡谷音乐会 11月9号如期举行 不过受地震影响 地点从原本的峡谷 改到游客中心旁的草坪 我们用一些音乐 用一些创作 还有一些原名的文化的呈现 让外界我们在这段时间 能够好好的看见我们泰鲁阁文化 眼前巨石 正是毁损山岳村的罪魁祸首 花莲地震重创泰鲁阁国家公园 风景区成了重灾区 不过幸运的是 村长郑明刚被钱东家找回 担任饭店顾问 让他很感谢 当然他请我去当总经理 可是我想我都快70岁了 我就马上拒绝 但是我说我当顾问 来协助所有的工程 回到我的老本堂 来做得很愉快 我说有空的时间 就跟员工伙伴们聚在一起 蛮多人是自己开小店 就可能开炸物店 或是卖吃的这样子 像我的话 我现在是在游客中心 也是村长 就是前线让我过去 另外有全台最美饭店之称的 太鲁阁经营酒店 耗时半年整修 终于重新开幕 花莲各地陆续恢复生机 泰管处将花费两亿 修复花莲七处工程 包括知名景点长春池 九曲洞 部落湾等 我们总共七案的 这个灾修工程 终于六案都出去了 那依照时间的推估 大概会再到明年的 五月以后 大概这些再修的工程 可以先到第二阶段的一个完成 灾后重建之路虽然漫长 但花莲不怕等待 要用全新面貌 迎接各地游客 新潮人亚台电视综合报导